Super Idol的笑容都没你的天 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大家好 我是陈静 随着奥运赛事的进行 咱们的运动员狠狠地修正了大家的审美 也凭借着在赛场上的专业和可可爱的日常圈了一大波粉 奶胸奶胸的脸一样可以很霸气 结实的手臂 自信坚定的眼神都是美的体现 而且正是运动员的专业表现和这些个人特质 让他们的商业价值蹭蹭地往上涨 比如在微博奥运后最想看的团宗话题下 网友就直呼想看乒乓三巨头 许欣 张继科 马龙做常驻嘉宾的综艺 甚至连节目名都想好了 恰好是冠军 但是运动健而的商业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这个不能以简单的好坏来界定 一方面 运动员阳光健康的形象 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热爱体育奋发向上 另一方面 运动员拼得那么辛苦 大家都希望让为国争光的他们过上好生活 之前就有不少网友呼吁 商业代言关注家境贫寒的举重冠军陈丽君 这不 在夺冠后的第五天 陈丽君就已经接到了第一个代言 但是 运动员一旦被资本和流量裹挟 就很难在专业性和商业化之间达到平衡 最近我就发现 已经有一些网友的关注点 有点跑偏了 比如在发现游泳运动员汪顺 曾经用张雨菲的照片做微信头像后 一些网友竟然开始磕起了CP 拜托 别瞎磕了好吗 也不怕磕坏了牙齿 饭圈那套 大可不必用在运动剑儿身上 有观点认为 重点是要引导好粉丝群体 使他们正确追星 同时可以在适当条件下推动体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 这体育经纪人能够从事粉丝管理 商业价值开发 形象维护等专业事宜 从而实现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共同发展 这粉丝和行业都说了 运动员自身也有责任 对于运动员来说 必须把握好适当的曝光频率和范围 将重心放在训练与比赛中 以更好的成绩和更加的精神面貌 收获更多的喜爱与尊敬